平常门诊,我最常听见患者问我的问题就是 医生啊,这个药吃了对身体会不会有伤害啊? 医生啊,吃这个药会不会越吃越多就变得依赖呢? 医生啊,我吃这个药会不会让我变成老年痴呆失智啊? 到底失眠是不是一定要用安眠药呢? 我们今天就来探讨这个问题 又不要要是你个人的自由啊,你只要不用药 什么因药造成的损害都不会有 不过说老实话,失眠的损害比较大 我们一年因为酒驾致死的约莫五百到七百人 可是因为疲劳驾驶而伤亡的人数,逼近两千多人 事实上失眠的伤害是比酒驾还严重 你不吃药是避免了这个药物的副作用 可是失眠所产生的伤害 在你没有别的更好的方式来避免的情况之下 药物有时候还是一个暂时救急的一个手段 其实我本来都是还蛮好睡的人 直到我开始进入医院当住人医师的时候 因为我们要轮班 那医师呢,平均寿命比一般人短 我想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他养成训练的过程当中 平均有四年到七年要经历严重睡眠被剥夺的一个时期 我们一直搬上班就是36个小时 以至于我开始工作不到两个月之后呢 我就开始想睡没办法睡觉 那一开始我也不想吃药啊 我想说会不会自己就好 就在那慢慢的等 结果等来的是我在高速工作站开车开到一半 会觉得好累哦 要张开眼睛实在是很困难 那可是又不能睡觉怎么办 我就先闭左眼 让左眼休息 觉得左眼比较舒服的再换右眼 那后来看路上车不太多 路又直直的想说 那我眯三秒钟就好 就闭上眼睛 1 2 3 车子 嚇死吓了一大跳 这吓一跳之后整个精神 反而就清醒了 就没有再想睡了 怎么会有人想在高速公路上开车 闭眼睛三秒钟睡一下 我发现我没有充足的睡眠 使得我的判断力都开始出问题了 我当下就决定 如果我没办法继续好好的睡觉 我得好好的吃安眠药 来保障我不要出交动意外 所以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吃安眠药了 于是我开始吃了安眠药之后 我的体力变得好多了 我工作也比较专心 情绪也变得比较稳定 不过吃了两个月之后 我开始想说 我天天叫患者要做生活的调整 要运动 这样子可以做到 慢慢的不用再使用药来协助睡眠 如果我光是叫别人这么做 自己不做 这像话吗 所以我也开始去运动 我每个礼拜去游泳两次 我游泳的时候 是用一种好像在做竞赛的方式 游到蛮喘的 的确在我这种激进于有氧方式的运动 运动了两个月之后 我发现其实我不吃药 也可以睡觉 当然不是一开始就做得到的 就这样运动了几个月之后 慢慢的有一天 我又回去吃药了 是因为运动没有效了吗 其实不是的 我运动一样可以睡好 不过在当做医师 最稀缺的资源就是时间 我发现我每个礼拜要花 两三个小时在运动这件事情上面 可是我吞药只要五秒钟就结束了 我后来发现我为了能够节省时间 我选择吃药 并不是因为我不吃药就睡不着 而是我需要一个方便 所以我就继续使用这个药 假设非不得已 你必须要用安眠药的情况之下 这个安眠药到底安不安全 伤不伤害身体呢 那接下来我就要跟各位做一点点 我临床的经验 还有学历上 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比较 现在认为是公认是正确跟安全的看法 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在使用目前的安眠药 它可能在使用的情况下 会有一些常见的副作用 比如说也许你会有一些口干啊 或者有一些便秘啊 或者说你吃了之后 早上会觉得有点点过头了 有点点累 爬不起来想睡觉 像这样类型的副作用 基本上你都可以透过跟医生沟通反应 把药重新再调整 调整到没有这样子的困扰 一个药物要是吃了造成你不舒服 比你没有吃还差 你用它干什么呢 是不是 所以只要你愿意跟医生仔细的沟通 我想这些大家所害怕的副作用 基本上是可以把它消除到没有的 那至于说这个东西伤不伤害身体 我想我们所有的药物 都是先基于不伤身再求疗效 睡眠方面的用药它的安全性 首先是说你就算吞个50颗 顶多睡的比较久的时间起来 身体没有太大的损伤 那比较怕的是你睡的太熟了 迷迷糊糊的不小心跌倒 反而是怕会碰撞 产生这样子的一些意外 那我们的药物在身体的排泄 我们都希望不要在身体里面待太久 不希望它有残留 我们这些药物在身体是可以完全代谢的 那尤其比较新一代的这些正经著名的药物 它在身体里面待的时间 约末一个小时到六个小时浓度就会掉一半 所以在半天甚至到一天之内的时间 浓度就会降到非常非常的低 在身体里面是不会有残留的 所以事实上它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非常的小 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伤害 那会出现伤害的情况下是什么呢 往往来自于患者第一件事情 酒配药一起使用 他觉得效果不好 他没有先回来请医生 跟他评估重新调成用药 他就自己配 想说配酒会睡得比较好 还有一种是他吃一颗两颗睡不着 他就干脆吃两颗三颗五颗十颗 那这种方式即使是连我们医生本身 都不赞成这样子使用的 所以事实上这些药物 只要在医生指示情况下使用 是非常的安全的 第二点是说 这个药物到底会不会依赖 我前面已经举出我的例子给大家看过了 我如果能够针对背后的原因解决 那既然问题的原因都解决 你可以恢复自己睡了 当然就不用吃药了 那药办就是你能够找到 能够替代药物 而且在学理上 在经验上 已经被证明有效 能跟药物批底的方式 比如说像是运动 或者是做认知行为治疗 那这些方法你能够持之以恒 也可以达到八成以上的效果 能够跟药物是一模一样的 那最后呢 就是说这个药物 到底会不会吃的造成老人失智老人痴呆啊 我可以很肯定的跟各位说 其实是不会的 在我们重健保局大规模的资料统计来看 国内跟失智相关的因子 一件事情是来自于你爸爸妈妈给你的遗传 这没有办法啊 这是没办法抵抗的事情 那第二名是来自于高血压糖尿病 没有好好的治疗 造成脑部技能的损伤 产生了失智 这叫做血管性失智 是排名第二的 第三名造成失智的原因 来自于酒精的滥用 长期过量的食用酒精 会造成大脑的失智的现象发生 那事实上呢 光是没有睡觉这件事情 会造成失智症的机会提高四倍 也就是百分之四百的机会 所以正确的观念 并不是这些要导致人失智 而是这个背后没有处理好的失眠 跟一些其他的一些酒精的使用 或生理的疾病 才导致人的失智的 更何况有很多老人失智 他不会到哪一天突然 今年到了1月25号突然立刻就失智了 他是慢慢进行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慢慢有一些事情比较记不得了 心里就 糟糕我怎么忘记了 产生内心那种焦虑更紧张 可是他还没有想面对 或者不想别人讲 这样的担心跟害怕就开始影响到他的失眠 所以他也许以为自己只是健忘而已 可是造成他生活的困扰开始害怕了 所以很多的失智早期是先以失眠跟焦虑来呈现 所以他是先看失眠先看焦虑 可是失智到最后还是病程就自然发展出来了 那他就误言说 原来他是看失眠吃安眠药造成的 其实不是 而是来自于他本身就已经有失智的一个体质了 所以我们的药物 并不会增加失智的机会 如果使用妥当 能够把背后的原因给适当的化解 事实上还可以降低 这个失智的可能性 失眠一定要吃安眠药吗 没有一定要吃安眠药 但是如果你已经超过一个月以上都没有睡好的话 那你的失眠最好能够找专业人士帮你做评估 解决背后的原因 如果一定要用药的话 也尽量遵从医生的指示 在安全的情况下服用 而不要擅自跟酒精合并食用 或者发现睡不好 就自己擅自增加剂量哦 脑力耗尽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泵泵水 放松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辣气的推荐代码 CPI567 还有主播出人物CPI444